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梦幻联赛了 19赛季 那么加赛啊 小组赛首回合的一个加赛 那么这一个这场比赛加赛 它的开始时间是提前了一点点 导致咱们这边站着正常的进游戏 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晚了7分钟 那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星辰对战XC 在双方BO1的加赛里边 那么已经打了7分钟的一个情况 现在星辰拿出来的阵容呢 是大哥位的影魔 莫奈的影魔 这里莫奈的影魔血量有点危险 看一下对方大牛支援过来 先知支援过来 这里莫奈的节奏被断了 皮球的大牛刚才想给一个CT 结果呢被对手的拉比克直接举起来以后 杂鱼断掉了这一条彩 让XCT抓住一个机会 完成了对大牛和影魔的一波击杀 开局7分钟的游戏时间 我们能看得出来 星辰还是占着一个明显的优势的 6分多钟的时候 我们刚进了 他就已经领先了2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而且人头数的话是3比2 这一波虽然影魔的节奏被断 但是前期从补刀来看的话 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有小学生的谜团 在下路这个位置 包夹了一个对方的双头龙 XCT的这个双头龙 这波肯定是没了 人头看看是谁的呢 还是被博博卡的萨尔给拿到了 小医生这样 比赛拿的是一个谜团 前期的反补数还是不错的 而且DP和影魔的反补数也都很高 看一下这里火猫 现在是直接传魂走人 那么XCT的火猫 现在在中路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是被DP给打爆了 而且中路的一塔 已经是抹得了 那么这样的话 狼哥的DP在中路 可以看得出来是发育的不错 影魔的话 刚才节奏被断了一波 所以现在经济暂时是调到了全场的第三位和对手先知持平 在此之前的话 可以想象应该是比对方的先知要肥不少 谜团的经济现在暂时是排在全场第五位 稍差一点点 但是呢 跟对方这个中单的火猫比起来的话 仍然可以说是非常的富有 火猫现在的经济只有2200块钱 XCT在两个酱油位的位置上 双头龙加拉比克 看一下先知这里框一下 给拉比克一个时间 绝小医生这个位置应该是没了 人头最后被对方的拉比克拿到 人头说来到死B5 现在看看皮球这条踩 没有踩到有点可惜 影魔给视野 哦这个地方对方的末日是利用自己吃到的销售 一个吹风跨了个地形 躲开视野 没有让对手拿到机会 一个恶念撇视 这波躲的还是很漂亮的 看看火猫这里捆一下DP DP给上一个吸血 对方的人很多 这里拉比克也过来了 拉比克被吸血 先知一个框拉比克往回 绝这个地方被卡住了 狼哥的节奏好像是要断的意思 火猫又给了一个捆 火猫无尽权完成击杀 我DP1V4差点能反杀掉对方一个火猫啊 这波节奏被断的话有点可惜 大哥位的经济已经是被追平了 那么对手的火猫仍然是比较穷 这个点是现在星辰领先的比较多的一个位置 不过团队的经济差已经被对方拉近到了只有1000以内 这场比赛到 感觉两边还是打的都非常的胶着 到目前为止 两边都不愿意轻易的去把前期的优势让给对手 稍微有一点点的劣势 马上就想办法去给他找回来 现在DP的经济仍然是领先的比较多 影魔这段时间呢 因为对方抓了一次谜团抓了一次DP 所以影魔趁势是刷起来了一点点 现在的经济已经是来到了4800块 仍然跟对方的先知保持一个持平 DP的话依靠前期积累的经济优势 现在5200暂时还是全场第一 火猫呢仍然是不到3000块钱 非常的穷 这波隐身服看到了DP 不过能支援过来的应该只有一个先知可以飞过来 光靠一个先知的话肯定是不够的 这块DP一个风群给上去 由于有一个真眼 火猫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那这场比赛 对方中单的火猫到现在为止 等于是没有去进行什么太多的一个发育 还是在努力的去找节奏 那2800块钱的火猫能做什么呢 这个经济也有点太差了 身上只有一个草鞋瓶子 这个经济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酱油味啊 11分钟2000多块钱 这就是一个酱油味的经济 跟大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现在去到下落 哦呦 莫奈这波野怪收的爽啊 这波收完以后 经济可以反召到全场第一了 然后目前是DP 影魔末日和先知 四个人的经济并列 莫奈这波没有蓝了有点可惜 蓝再多一点的话 这波野怪会收的快很多很多很多 得再给上一个影压 吃魔伴再给上影压 加快点速度 因为毕竟啊 完全靠一巴掌一巴掌的A的话 这个刷钱的效率其实并不高 看个萨尔问进P是 留住对方的拉比克 然后给上一个框大 nice 大牛一角CT没有用上 对方的杜姆和火猫都赶过来了 先知可以随时飞 所以现在星辰一定要确保在这个区域 自己的人比对方多才可以 这波还行 占了对方一个拉比克的便宜 当然了萨尔交掉了自己的框大 这波要进P是火猫无影拳 哎 无影拳的这个时间不太好 稍微早了一点点 是在自己回来以后 萨尔都进P是才生效 看看DP 这里直接选择开大大牛一角CT 对方又是利用赤道销兽的这个吹风 把自己形成了一个位移 话说现在销兽的这个吹风技能 已经成了末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能 它的效果约等于一把推推吧 差不多等于一个推推的效果了 而且这个道具跟推推一样 可以对队友使用 可以对对方使用 也可以对这个自己使用 这个东西确实好使 再说又迟到了 今天来的稍微晚了 正常的这个来的时间 但是这个比赛开始的时间 好像比前两天要早了一点 看看这里双龙龙给上一个大招 再加一个冰墙 DP吹风落地 还是在站在冰墙里面 先知也支援过来 这个拉比特带一个绝无影拳收掉 这样啊DP的节奏再一次被断 狼哥这样比赛的DP 其实经济一直是可以的 但是火猫这里无影拳雾漂亮 这个TC捆住 火博卡的萨尔 这里火猫崩过来 一个平A直接带走 火博卡这波节奏被断 先知又是传到中路 跟火猫两个人一起过来 找推键的对手的中路一塔 星辰这场比赛 团队的经济 现在来看的话 有一点点的不太乐观 因为目前所有的经济领先优势 都是在火猫这个点身上 其他的点 经济已经逐渐的开始被对手反超了 回过头来看一下两边的阵容 星辰这个阵容可以说 稳定性非常好 有足够多足够多的控制和爆发 而且有无视模免控制 对吧 有这种非常非常高的 配合影魔和DP的这种法系的爆发 物理的输出的话 随着影魔装备越来越好 也可以不用担心 反观XCTN的阵容的话 他的阵容则是一个 更加强调于对点目标的突破 和拉扯的一个阵容 这里又是一个冰墙 把对方动一下掩护自己的队友车退 星辰现在有点找不到机会 末日手里边现在是有一个点金手 再加上秘法梅坎正在准备出大鞋 位置静甲 我感谢MT老板的20港币打赏 谢谢老板支持 二叔安安又可以看你吃晚餐了 感觉这个阵容的话 往后拖其实对于星辰来说 并没有足够大的优势 这个阵容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巨大的 这个拖后期的优势 因为对手的阵容的话 往后拖有一个度母 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太厉害了 双头龙这里过来以后 把对方的雾给破了 破了以后呢 这里冰火交加给一下拉比克转身 弱化能流 看看末日大招给到谜团身上 双头龙一个大招哭起来 萨尔康纳留住末日 末日这个位置肯定是没了 大牛的大招也扑上来 DP开始大招开始吸血 直接追死 漂亮 那么谜团这个地方死不了 因为光靠末日的伤害的话 其实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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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 谜团这里出来以后 一颗大鞋直接补回来 可以接着每次发育 因为有回血 回血光花 现在人头数8比6 那目前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 星辰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因为15分钟 跟之前的领先精力是一样的 看个拉比克 举一下打顿大牛的财 那不对方的爆爆 这边又是拿到了一个大牛的人头 经济来到了4800块 你别看这样比赛 火猫穷的穷的离谱 但是这个火猫还真没闲着 一直是在不停的找机会打架 其实火猫的这个使用思路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火猫有很多人觉得 我火猫一定要有雷锤了 我才能去打架 或者怎么样 其实不是这样 雷锤对于火猫来说 他打团的这个输出提升很大 但是呢 哦 这里可以杀 这个先知应该可以杀 狼哥的DP 这个杀DP真的 怎么叫倾尽全力啊 真的是倾尽全力 也杀掉了一个DP 那么两边经济最肥的一个点呢 都被断了一波 不过这种断节奏 对于先知而言的话 他不是很怕 他不是很怕 因为先知这个英雄 他刷钱 每一次的刷钱 就是被击杀以后 他的位移成本是零 位移成本基本上可以说是零 所以他对于这种断节奏 断一两次的话 他还是能刷回来的 因为他可以刷到很多 其他英雄刷不到的钱 但是反过来对于 但是呢 这个对于DP来说就不是了 因为DP只能靠两条腿 末日这样比赛 一直是带着销售的这个吹 我估计啊 以后末日带销售的吹 应该是会成为一个主流 然后呢 不出意外的话 在一两个版本之后 销售的这个吹 应该会做一个改版 应该会做一个改版 看看这里 谜团的位置被发现了 直接吹过来 漂亮 一套技能衔接 谜团这里肯定是被秒了 没有机会放大 只能回头给了一个技能火猫 哦呦 火猫崩过来以后被踩住了 先知直接传到高台上 慌一下 皮球山上没有补导斧 皮球山上没有补导斧 补导斧要带啊 这个一定要带 作为酱油来说的话 只要对方有先知 这一场比赛 补导斧 你就别撂下 身上带什么装备 都不如带补导斧 合适 像这场比赛 大牛身上的这个魂类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你完全可以把魂类放下 然后带一个补导斧 这个玩意 它不光是救你自己用 因为这个道具 其实最核心的是 救你的大哥用 像这种局的话 大哥肯定是没有格子 因为你大哥是两个远程 不可能出狂战虎 你的大哥很快就没有格子 去放补导斧了 这个补导斧 一定一定一定 一定要带 那说星辰还有机会吗 有啊 星辰如果能够 就是这个是加赛嘛 加赛加赢了 就有机会啊 萨尔利尔康纳 留住火猫 可以啊 火猫这波应该是否得了 半天片射 盯一下大牛大招上来以后 皮球拿到了对方 火猫的人头 人头入十二比八 现在星辰是落后四个人头 但是经济并没有落后 对方的火猫 经济仍然是看起来 像一个酱油一样 看看这个小学生 小学生这个位置过来 双头龙兜过去以后呢 直接往肉山坑里面 放了一个大招 加一个冰墙 大牛CT可以踩到 DP过来跟着吸血 再给技能 另外一侧 迷团大招 拉住了对方的拉比克 单拉了一个拉比克 也可以 拉比克偷了一个大招 本身搭住两个人 这就有点难受了 先知疯狂输出 但是他打的是大 打的是迷团 看一下先知 开启了BKB 顿面战场 这里杜姆 给到了对手的 给到了这个影国身上 但是没打过 XCTN完全没有 形成任何的 有效集火 而且因为火猫不在 他们缺少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 团战压血量的人 团战压血量和追杀的人 那么星辰这一波 完美团 XCTN的这个团战 可以说打的是 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他们完全没有 是形成任何的 有效集火 击杀的对象 也完全不对 先知开着BKB 居然去打一个 已经放完了 大招的迷团 而放了一个 大牛在自己的身边 没有去捆 其实他A这个大牛的话 杀的是很快的 但是他跑去A 对方的一个迷团 而迷团身上 有威尸镜甲 血量低了以后 额外的护甲和回血 是现阶段 这个先知 根本就A不动的 这波团战 是XCTN犯了很多 很多的错误 在同一时间 那么看看这里 火猫TC捆一下 双头龙给上一个 冰果德加加人大招 带走一个萨尔 这拉比特 哎呦 举回来了 把DP 举回到了高级下面 狼哥这里直接选择 一个BKBTP 那对方伤害不够 还可以 这波算是全身而退 对手交了一个 双头龙的大招 其他没交什么 特别值钱的技能 团队经济转拉不开 火猫终于拿到了 自己的雷锤 可以拿了一个雷锤 开始刷钱了 有了雷锤以后 火猫的刷钱 会比 争执之前快很多 这里身上还带着 一个奥数神符 看看这里 大牛一刀CT 踩出双头龙 带着拉比特 再取一下 这个谜团手里 现在是没有大招的 开一个挑衬头巾 这是开了挑衬头巾 大牛大招 这里火猫直接飞走 没有被大牛的大招打中 那么另外一侧 影魔是已经从后排 包过来 直接秒掉对方的双脚游 输出很高 带走对方的双头龙以后 先知身上现在是 BKB 夹腿 加一个复灵锁 捆了一下DP 然后自己赶紧接着跑 杜牧在上路继续带线 火猫跑到中路去带线 这波星辰 在打完之后 这恶念撇视 看了一下先知 但是先知没有被传过来 开启了BKB 废掉对手的一个BKB 也还算是很划算吧 可以说因为这个BKB的时间线 比较长 只用这个BKB用来逃生 血亏 血亏的一波 上路的二塔和下路的二塔 双方都是进行了一波互换 那么这波互换的话 对于星辰而言 不算赚 因为刚才他们在下路 和对手纠结的这个时间 对方是三大哥在刷钱 虽然死了两个酱油 但是三大哥都在刷 然后三大哥都刷完钱以后 两边进行了一个二塔的互换 各自优势路二塔的互换 那这个互换的话 等于两边的经济又是误开 所以礼拜里 刚才这波下路的团战 是XZTN转了 虽然XZTN是亏了两个酱油 但是他的大哥在相同时间里面 刷到的钱其实是更多的 这两个酱油一共是给了对方三百多加两百多加两百一的助攻 但是三个大哥同时刷了两条线 加上两片野区 这个总经济的提升并不会比这两个酱油要少 而且经验还会更多一点 游戏时间14分钟 XZTN在经济方面实现了一个 就算是反超吧 因为一直都是星辰这边领先 先知的装备 这场比赛刷的还是蛮快的 现在是假腿BKB加上一个复灵所 星辰这块直接带了线上来去拆你的上路二塔 看看要不要开个塔房呢 这个二塔的塔房选择没有开 因为已经掉了一个二塔了 这个时候对方再推掉一个二塔 是不会刷新塔房的 为了守高地吧 这个应该是 为了守高地 选择放了一个 火猫的经济仍然是很差 只有8500块钱 和对方中单的DP差了4000块钱 将近4000块钱的一个经济差 但是末日比较有钱 末日现在的装备我们来看一下 大鞋BKB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跳刀 影魔身上BKB水晶剑大推推 加上甲腿和一个疯脸 下一个装备再耕大炮 TP则是疯胀BKB 下一个装备做的是励志双刀 没有人着急去做林肯和莲花之类的装备吗 萨尔是不能做这些的 萨尔肯定是要去谋求一个A杖 大牛在做微光 绿鞋战鼓在做微光 谋团准备去出怨灵之气 大鞋笛子 然后准备出怨灵之气 看个拉比克这里抓到了一个萨尔 这个萨尔直接框大 能不能坑死对手的火猫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 这个萨尔没死这半天 但是火猫也活下来了 现在好像伤害不够 火猫没有死 那扔一个魂直接传走 DP的BKB和大招 这波是全都用过了 那星辰得赶紧撤 这个时候赶紧撤 对方并不能够去做什么 其他额外的事情 因为上路的二塔已经没了 而中路和下路的兵线都在远端 甚至星辰在撤退的时候 还带了一下 对方不可能这个时候 直接去上上路的高地 他没这个能力 对方这波只能是去拉个前兆战 两边呢进行一个野区的互换 野区资源的互换 还行 星辰这波等于只损失了一个萨尔 完全可以接受 那么比较亏的是 DP的大招和BKB用掉了 那下一波团战 如果说XCTN过来去打一个追身的话 星辰可能需要去考虑撤退 放掉一部分的资源 或者放掉一个酱油之类的 因为强行这个阶段去应接的话 没有肉山盾 经济没有优势 那应接可能不是一个好选择 但是XCTN这个也没有选择继续进攻 他们觉得 这个刚才这一波打出来的优势不够大 而且对方的萨尔差不多要活了 还行 这种局的话 对于星辰来说 我就继续拖 我继续跟你拖 杜姆的跳刀有了 大鞋跳刀点金BKB 加威尸镜卡 永魔 现在的大炮要出来了 25分钟 这个时间段 确实是不用着急流买活 先把大炮做出来 没毛病 但是这样的话 你团战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这个恶劲撇射 留住了双头龙 双头龙撑一冰墙 一个大招再吐烧你一下 佛波卡这边肯定是没有任何的危险 恶劲撇射还是好使 恶劲撇射还是好使 这个技能 火猫的经济仍然是保持和DP差4000的一个水平 这个经济差真的是有点 作为中单的单人经济差 打了26分钟 差了4000块钱 这个有点高 讲道理的说有点高了 火猫这边应该是想要去下一个BKB出来试着 运气不错 直接出了一个雷 回头再给一个无用权 这个TC想坑没成功 萨尔已经靠过来了 那么火猫知道这个时候再待着的话 肯定有危险 提前选择撤退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你已经放技能放两轮了 对方过来支援的人肯定已经到位 地图上也看不到对方其他的英雄 影魔大炮 刚出下一个装备做撒旦 影魔做撒旦 做撒旦的话 还行吧 就算是 影魔做撒旦的话 他可以增加一点肉度 那 有可能就是他们需要面对一个情况 是肚目大招直接扔到影魔身上 也开不出来这个撒旦 但是只要这个时间里面队友能把他救下来就可以了 队友现在有一个 威光披风还做不出来呢 那有一个推推 有一个笛子 有一个大斜 有一个风杖 可以帮他断一下对方追杀的人 也行吧 差不多能救下来 先知手里边选择做的是冰眼 这个冰眼先知的输出 现在肯定是不如影魔的 远逊于影魔 毕竟影魔本来攻击力就非常的高 再加上有减甲 再加上还有人家还有大炮 对吧 往后打还是左边好打 往后打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XCTN他的容错率其实跟星辰差不多 他们容错的方向不一样 星辰是靠着自己的这个团战優式 因为我大牛加上DP加萨尔加谜团 甚至你后期还要去考虑我一个A仗萨尔的问题 他是团战容错率非常高 XCTN需要忌惮的东西很多 但是呢 反过来说 XCTN这边他到了游戏的后期 也有很强的一个团战容错率 就是这末日 然后如果不考虑两边的大招 比如一边大招两边都放完了以后呢 进行了一个关键点位的互换之后 两边的第一轮技能都放光了的话 那么后续的作战能力上来说 XCTN其实更强一点 XCTN的小技能要比 这个星辰的小技能要更恶心一点 持续作战能力上来说的话 持续作战能力的输出点 XCTN比星辰要多一个 因为星辰这边DP一旦没有了大招以后 他等于没输出了 谜团没有大招的话 谜团的输出也很低 然后等于没有其他额外输出点 而XCTN的这个阵容的话 火猫和仙芝这两个人的持续输出 肯定是要更好一点 所以主要是看第一波能打到谁 这里看一下能救下来吗 这里BKB先开出来 末日的大招 末日大招直接给到了影魔身上 DP开着自己的BKB大招 再接着往前追 但是影魔上不来 你这么追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影魔上不来这么追 回得去吗 萨尔这个地方被对方的火猫盯住 BKB开起来以后 这DP被打死了 这个沟通的有点问题呀 哪有这么大的 这个影魔的输出好高 两巴掌直接呼死了 这个开着BKB的火猫 火猫有点没搞清楚情况 他觉得对方的DP死了以后 应该对方要撤 我要上来留人 结果没想到自己的体格 根本扛不住 影魔几巴掌停A就没了 一个暴击直接一半血 恨不得就下去了 那这样的话 这波星辰虽然说 一开始的接触是一个 一个暴亏 暴亏 但好在对方的火猫上来送了 火猫上来调整了一下游戏难度 那么星辰那边还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这个DP往上顶的这个操作 有点问题 我感觉是他们全队 在这波团战的理解上面 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点 就是DP这个时候认为 我是往前顶 你们跟着我 然后掩护这个影魔 影魔只要靠平A就可以了 他虽然被杜磨了 但是他只要有平A就可以了 伤害 吃伤害的任务 我来 我赶着对面走 你影魔给输出就行 但是星辰的其他人 想的是我先往回拉 对吧 我往回拉 然后这个时候 等对方追 我再去打 好 影魔又就这一巴人暴击 直接秒了对方的拉比克 恐怖游戏 这里双头龙又是被 萨尔德 你可以射留住 给上一个冰火交加 影魔又是两巴掌 一个暴击 1019秒 秒掉两个酱油 太轻松了 打完这波以后 可以踏的事过来打 一个肉山盾 看看对方要不要买活 双酱油直接买活 不给你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 XZTN知道不能放 所以果断的选择 这里一个布林锁 看一下杜磨追上来 强秒 迷团 迷团没来得及放大 直接被秒 而且没有买活 双头龙的冰枪 居然冻住了影魔 萨尔框大响 坑火猫没有成功 影魔又被秒了 莫奈的影魔 在临死之间 开了一个BKB 他没有买活 那这样的话 影魔被秒 先知过来 又是一个复灵所 看看大牛这条CT 踩住了一个对手的先知 但是火猫还在往前追 后排的波波卡 也被追死 那么双头龙 这里又是一个冰枪 我的天 这个冰枪又冻住了 皮球这里也跑不掉 火猫不用权 最后拉比克 拿到了大牛 对人头 打完这波以后 对方可以轻松打盾 真的是轻松打盾 因为没有能买活的 这个打胳背 只有萨尔 现在可以买 可是萨尔买活没有用 影魔不在的话 没有持续输出 这个被双头龙的冰枪 给打的一个先手 确实是没想到呀 不得不说火猫这个英雄真的是 就算是没钱也有用 没钱也有用的点赞 让个小学生 这里没地方给一个延刃 直接A死 再死一次 小学生再死一次的话 50多秒复活 没有买 那么XCTN现在领先经济来到了9000家 接下来就要变成 看谜团大牛影魔 这哥几个能不能创造奇迹啊 因为已经变成一个劣势局了 对方的先知拿到了强席 有强席以后 这个先知的正面肉活能力 又是上了一个牌阶啊 东龙二塔拆掉 拆完了以后 团队经济差拉开 到了11000 12000的团队经济差 11000到12000的团队经济差 五个人头的差距 但关键问题在于 现在的几次团战 星辰的处理没有对方好 就是XCTN他的每次团战 尽管在之前有一波团战里面 他们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集火 让星辰占了一些便宜 但是自那之后的每一次团战 XCTN都没有给星辰任何 去让弥团和萨尔的大招 起到作用的机会 这个就很可怕了 就是现在变成了星辰的弥团大招 他几乎找不到机会拉对方很多人 而你去拉对手的先知的话 没有灵狠的情况下 又很容易被对方的杜姆给断掉 而一旦杜姆一开始的大招是给到了 这个影魔身上的话 那你的弥团就算是拉住了对方的先知 对方只要不让你的影魔冲上来 那这个被拉住的人也很难完成击杀 除非能够一次拉到好多好多好多的人 然后就变成了我们喜闻恶剑的这种 靠谜团大招逆天翻盘的这种局了 有关是说星辰这个阵容没有先手硬控 星辰的这个阵容啊 选萨尔这种英雄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其他的人 我输出很高 我的第一波能力很强 拿DP的目的都在这 我逼着你的人往后退 我逼着你往后退的时候 我用萨尔的恶劲撇式来留人 然后来进行一个局部的多打扫 找这样的机会 这个是他们的团战核心思路 这里看一下杜姆上来被碰我 萨尔给上技能给上一个电 那么恶劲撇式提供回来一下 效果一般 火猫看一下先知直接飞脸上了 但是他一破这个影魔 框一下队友推推就一手 萨尔的大招已经被骗出来了 这好难啊 对方就是在不停的去骗你的技能 睁眼插出来直接带走萨尔 对方的拉比克还偷了一个个人 骗室 我XC天的这个骗技能骗得太牛了 两个大哥通脸去骗技能 真的是大哥飞到脸上去骗技能 看到正面这里 这怎么又被留住了 这个影魔完了 影魔再一次被秒 没有买活 那G了呀 那G了 那就G了 这大哥被秒没有买活 这肯定G了 好吧那么这样的话 恭喜XC天在双方 BOE的加赛当中是战胜了星辰 那么 这样的话 星辰的战绩 现在在加赛当中 就先落后了一轮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加赛的场次 这个加赛的话呢 是三支战队要淘汰两支 如果星辰想要继续 把自己留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话 留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话 那么他们就需要在最后一轮去战胜TSM 战胜TSM的话 他们就有机会 而且这个是要建立在XCTN战胜TSM 然后星辰也战胜TSM的基础之上 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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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说错了 是需要建立在TSM能够战胜XCTN 然后星辰再战胜TSM 三支战队都打成一胜一负的情况下 才能够去追求一个第二轮的加赛 好吧 那么不管怎么样 星辰现在要能不能出现 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 然后呢顺带一提的是 今天的加赛 其实是有A组的加赛 也有B组的加赛 不过B组的加赛那边咱们不一定播啊 因为B组那边的加赛是SPIRIT OG和BC三支战队的加赛 这个三支战队的看点都比较一般 那么咱们稍着休息一会儿带来星辰第二轮的加赛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萌萌大